精心养育的好大儿带回来一个真爱 她要跟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解除婚约 我激动地拉住真爱的手 太好了 我总算可以告诉她家里破产了 抹住你们天长地久 早生贵子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证文现在开始 难得周末有空 想好好睡个懒觉 结果儿子周岸事先没有任何通知 带回来一个姑娘 妈 我认定香香了 这辈子只想跟她在一起 我要跟宋亲解除婚约 王香香紧紧握着周岸的手 与我对视 语气坚定 阿姨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居心不良 可我喜欢的是暗的人 不是她的钱 周岸马上帮枪 妈 她说的都是真的 她之前不知道我的家境 这傻孩子 高级的猎人 早就细细观察过猎物是否肥美 还需要你退了皮告诉她 你浑身都是宝 我深吸一口气 激动不已地握住王香香的手 太好了 没想到她还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姑娘 抹住你们天长地久 早生贵子 我不按套路出牌 两人有点懵 我一脸愧疚地看向周岸 妈一直不敢告诉你 家里拓产了 不过你们别担心 虽然请不起保姆 但是我以后可以帮你们带孩子 咱们响应国家号召 生三个 孩子多热闹 我一脸殷切地看向王香香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领证 王香香的毛子缩了缩 不过这小狐狸还是有点倒横 她很快稳住自己的情绪 含笑看向周岸都挺暗暗的 居然没有被当场分手 我那傻儿子感动得都要哭了 狗东西 她20岁生日 我送她一辆马沙拉蒂 也没见她这么感动 她握紧王香香的手 道 妈 差不多就行了 你也测出来了 香香她不是为了我的钱 她根本不在乎我家迫不破产 王香香看向她 温柔一笑 别怪阿姨 她也是为了你好 则 这年代没点子茶意在身上 还真当不好好门妥妥 我泪淫于杰 极度感动 小岸 你真没挑错人 但 家里也是真破产了 我话音刚落 管家周姐拎了箱子出来了 周姐在我家有15年了 她离异后没有再婚 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 见了周岸 她压抑了下 空空静静的打个招呼 少爷 家里都这样了 以后别叫少爷了 我擦了擦眼角的泪 这是小岸带回来的女朋友香香 你是看着小岸长大的 等到时候他俩结婚 你可一定要来 别怪我不留你 实在是家里这个情况 已经留步的你 周姐目光与我对视几秒 紧紧捏着拉杆香 夫人别说这种话 你的恩义我一辈子都记得 她目光柔和的 看向王香香 以后少爷拜托你多照顾了 少爷身体不好 吃东西也挑剔 请你多包容 她又转向周岸 极度不舍 小岸 以后夫人就交给你了 夫人一个人扛下 这么大的烂摊子 你可一定要多体谅她 别再气她 周岸的脸色有点变了 但还是不太相信 周姐从包里 取出一张银行卡递给她 这里面有五万块 密码是你生日 结婚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你拿着 周岸连连推辞 周姨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推嗓间 周姐手机响了 隐约可听见房子 装修 搬家的巨子 我帮着周岸 把卡塞回去 年轻人有自己的活法 你攒一辈子钱 买了个小房子 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 拿回去吧 周姐前脚刚走 中介后脚就来了 孟姐 还有一周 就是合同约定的 最后期限了 买主今天又打电话来催了 问你什么时候腾房子 他们好进场装修 要赶带孩子结婚前 把屋子整理好 我赶紧到 放心吧 就这几天吧 一定搬完 中介走之前 看了周岸一眼 然后常常叹息了下 周岸的脸色又白了点 急急问道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去年我投了个项目 你还记得吗 他皱眉想了半天 有点印象 一看就是压根不济的 家里的生意 他从来不管 一直说要靠自己拼出一片天 孩子大了 是该让他去接受一下 社会的毒打 不然他以为 世界真美好 人人都是骂 我就放他 自己去找工作了 这才半年 给我整这一出好戏 那个项目 我被骗了20个亿 现金流断了 银行天天催款 半年前已经败相出嫌 所以我才同意 你去外面找工作 就是不想你卷进来 现在扛不过去了 这个别墅 也得卖了抵债 我恋恋不舍地扫了一圈 在这住了十多年 还真是舍不得 我牵起香香的手 来 妈带你看看 这可是小岸长大的地方 我指着客厅中间 一块颜色浅一点的地板 这里原来是一套红木沙发 几十万呢 被收走了 那里挂的是清代画家的真迹 可惜被收走了 我拉开主卧空空如也的首饰间 这里 本来都是我攒了20年的首饰 也都抵债了 我打开最下面的柜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老式木盒 这是我外婆传给我的银镯子 算是传家宝 不值钱但意义特殊 所以债主留给我了 我拉过王香香的手 将镯子推进她的手腕 我没有女儿 以后这镯子就给你 也是妈的一点小小心意 镯子有点大 王香香护住自己 手腕上原本的玉镯 唯恐会被撞坏 周岸脸上已经没什么血色了 王香香轻声细语地开口 阿姨 你也别太难过了 阿恩告诉我她家境时 你别骗我了 你是为了阻拦 我跟香香在一起 故意演戏是不是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当着他们的面 拨通了银行贷款经理的电话 王行长 前两天我跟您说那个贷款的是 孟总 您就别为难我了 那款真不能放 不良贷款还没收回 我哪还能再放2000万 您还是在想想别的办法 要不您自己 我不想再听 把电话挂了 我以前是银行的优质客户 这个王行长逢年过节 比谁都殷勤 追在我屁股后面为贷款 周岸当初近的 就是她老婆任职的重点高中 周岸认识她 也听得出她的声音 连银行都对我避之不及 傻小子现在总算信了 她手在发颤 茫然无措的 看向王香香 声音都是抖的 香香 我家破产了 我妈居然会破产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听听 我怎么就不会破产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 被老公抛弃的女人 贫了一股子气 加上一点运气和坚持 一路走到了现在 小时候 我爸妈总在我耳边叨叨 生活多么难 养活孩子多么不容易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 我对于自己的出生 总有负罪感 周岸一岁多 我跟他爸就离了婚 他没有完整的父爱 我又当爹又当妈 希望他能快乐无忧地长大 几乎不在他面前 吐露生活的难处 没想到 养成了他不安适适的天真性子 王香香拍着他的手背 扫了一眼空荡荡的房间 又看了看我 温柔的安抚 没关系 你还有我呀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 小狐狸挺沉得住气的 莫非是我错怪了他 带我使出杀手锏 我擦了擦眼睛 激动无比地翻出户口本 太好了 香香 妈真是太感动了 你们既然已经到了 见家长的地步 可见感情深厚 择日不如撞日 不然今天你们就去登记吧 这次倒是周岸愁愁了 妈 这件事也不急 怎么不急 你刚才说一生一世只爱香香 难道都是假的 当然不是 只是家里现在这种情况 你看 男人有时候就这样 他其实心里也有点子 清楚绿长人的把戏 只不过你不逼一把 他是不肯承认的 我板着脸 香香都说了 就是看上你这人 你怎么能这么怀疑 香香的真心 你要是敢辜负他 我打断你的狗腿 周岸借过户口本紧紧捏着 香香 那我们 黄香香温柔地笑了笑 阿姨 您能这么喜欢我 我很开心 可今天是周末 民政局不上班的 怕啥 民政局我有熟人 让你们原地结婚 这话我差点就脱口而出 可那样 就跟我破产富婆的人设了 我生生忍住 眼含热泪 是妈开心糊涂了 明天 明天民政局上班 明天咱们第一时间去 我迫不及待 想让你进我家门了 王香香温婉地笑着 借着看手机 将手抽了回去 以为我想牵你 早起抹得贵妇手霜 大半都便宜你了 小绿茶 我看你能演到几时 刚昨梦完 手机嗡嗡嗡地响了 这不时去的助理 打了一个又一个 回头扣他年终奖 王香香看着我 阿姨 怎么不接电话呀 崔债电话 头疼 周岸脸色黯然 妈 我来接吧 对不起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都不知道 以后我一定多陪你分担 罢了 到底根子还没坏 助理王天一催我去公司 说有重要的事情 等我做决定 我找了个借口 估计是申请破产清算的事情 有些细节需要我确认 王香香套路我 有司机来接阿姨吗 我会上你的当 几辆车都被收走了 司机也辞了 王香香勾起嘴角 能让阿安送您 也顺便去公司看看 让她知道您的不容易 周岸感动坏了 香香 还是你想的周到 哟 小绿茶有几把刷子 原来是在这等我呢 他们今天突击而来 我跟周姐一个屋檐下这么多年 早已有了默契 一个眼神就能搭起一台戏 可疑去公司 是不是真破产一言可知 周岸开车 我跟王香香坐后排 期间我只要一拿起手机 他就会轻声细语找我搭话 就是防止我通风报信 车子驶入园区 一动动办公楼冲入云霄 路边都是形色匆匆 装扮精致的白领 高档的精气息扑面而来 这边是整个A市的中心 寸土寸金 我当初在这赤巨资 租了一栋楼 王香香神色痴迷的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微笑看着我 阿姨 咱们进去吧 这眼神是在等着我谎言败露吧 周岸搂住我 妈 不管什么事 咱们一起扛 各怀鬼胎里 公司大门缓缓而来 饶师早有准备 周岸还是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公司里乱糟糟的 复印机 打印机 乱七八糟的摆在过道上 公卫全拆了 暴露出隐藏在旗下的脏污与线路 充气钻拆卸的声音此起彼伏 像是利剑一样插入耳膜 王香香穿着细高跟 好几次差点绊倒 走了几步 周岸停下来 弯下腰捡起一张幕布 伸手拍了拍上面的尘土 是企业文化标语 妈 这个放哪里 我叹口气 扔了吧 公司都倒闭了 留着干嘛呢 王李经过了小会议室 透过大面积的玻璃窗 人力总监将合同 推给对面的员工 周岸认出来了 那是李叔 老李是公司的元老了 我解释道 在谈赔偿的事 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 该给的赔偿不能少 我捏了一眼 小绿茶的脸有点绿呀 助理王天一远远迎上来 孟总 您总算来了 有几份文件等着您签字 我沉下脸 先等一下 让你处理周姐的事 你为什么还没弄好 他有点懵 啊 他跟了我这么多年 再难这事也得办了 你还不赶紧去处理 王天一抱着文件又下去了 很快他就带着 大楼的物业经理来了 物业经理是来催我们 尽快挪地方 且把缺的50万租金补上 又是一顿应付 小绿茶脸色越发不好看了 我办公室倒是还完整保留着 我拉着王香香的手 香香 我还有样宝贝给你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眼里生起稀迹 我从保险柜里掏出一叠本子 慢慢打开 在他期待的眼神里 柔情满满的说 这都是小岸从小到大的 你拿一叠房产证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周岸羞红了脸 妈 你拿这些出来干嘛 他伸手过来抢 我却一把塞进王香香的手里 眼眶微红 妈老了没钱没精力不顶用了 以后阿安就请你多照顾 周岸喉解滚动 生意也哽咽了 妈 你说这些干嘛 您才40多 年轻着呢 王香香的电话这时候响了 他秒接 好好 我现在就回去 他很急 我妈有急事让我回去一趟 周岸要送他 他很体贴 阿姨这边还需要你 我自己打车可以的 傻大又感动了 香香 你太善解人意了 这要不是亲生的 我非得甩他99个大逼兜 王香香急急的要走 我一把拉住他 奖状带回去吧 以后就是你的 隔应不死你 他皮笑若不笑 我一定好好保管 还有 明天是周一 九点钟 我跟小岸在明镇局门口等你 不见不散 我让周岸送他下楼 马上叫了王天一进来 去群发一个内部邮件 就这么写 王天一应马上去 还有跟财务部的说下 这个月你的奖金 扣三分之一 孟总 你让我去跟财务说 扣我自己奖金 是不是有点 我撩起眼皮淡漠地看他一眼 他搭拉着头 好 我知道了 周岸很快回来了 我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外面匆匆人群 问 你喜欢他什么 宋青不好吗 香香学历高脾气好 温柔体贴 不贪财 宋青一身的大小姐脾气 傻 对无尽宠爱浇灌长大的人 才会有大小姐脾气 你跟香香怎么认识的 打羽毛球认识的 那天我就穿着普通的运动服 骑着自行车去的 妈 他爱的就是我这人 吻 你的衣服普通 可你每双运动鞋都是限量版 得十来万呢 但现在说破天 他不会信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来 仔仔细细地收拾了一番 头发都梳了五遍 我热维盈眶地拉着周岸的手 想不到这么快 你就能找到真爱 妈太开心了 演技太好 我自己都差点信了 我们在民政局门口等到十点半 周岸脸上的笑渐渐挂不住了 而我心里的笑快要藏不住了 小绿茶 不敢动真格吧 你要有本事来登记 这个傻蛋我就送给你 老娘前些年冻了卵 大不了貌似变个小号 挨到十一点 周岸瞧着手机 暗淡开口 妈 香香说他们一家子在陪客人吃饭 今天没空 被放鸽子了 真开心 我握住周岸的手 真诚道 咱家现在这条件 难得香香不嫌弃 他们在哪里吃饭 妈带你去见他爸妈 务必不让你错过这么好的姑娘 周岸定位了王香香的手机 先别告诉他 给他一个惊喜 嘿嘿 给他一个大惊吓 做戏做全套 我把手上的戒指退下来 这个还值点钱 你总不能空手去 妈 这是你给自己买的婚戒 周岸他爸不靠谱 结婚时戒指都没买 离婚后我自己做生意 总是遇到各种骚扰 所以我给自己买了个戒指 说已婚 一代就是十几年 这个戒指 有着特殊的意义 见证了我从无到有 稀奇落落 我将戒指放在他掌心 妈妈愿意把最好的给你 只要他能戴在值得的人手上 好大眼眶都红了 他一路情绪饱满的到了地方 一拉开包厢门 眼前的一幕 狠狠给了他眼光 包厢里奇乐融融 王爸王妈正堆起一脸的笑 好好的看着主位 年约四十的男人 王香香温柔的 将包好的虾仁 放在男人面前的碟子里 我们骤然出现 男人抬眼看来 然后 毛子微微眯起 我心内也是一惊 怎么是他 可如今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而且我还得先发制人 我一脸震惊 心痛不解 亲家 你们这是在相亲 香香 你不是答应妈 要跟小安领证吗 王香香他妈李霞 搜了一下站了起来 谁是你妈 香香只有我这一个妈 男人兴致盎然地看着我们 不忘将那颗虾仁 放在嘴里慢慢咀嚼 李霞生怕他误会 急切与我们批心关系 你还以为自己是 身家过异的孟总呢 就你这样 配当我女儿婆婆吗 这案极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 李霞冷吃一声 用鼻孔对着她 那就说说你 你就是普通大学毕业 香香可是985 哪怕你家公司没出问题 你也比不上顾总一根手指头 更何况 你现在要什么没什么 怎么配得上香香 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转脖子上轻轻抱起 红着眼看向王香香 香香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催促 你把戒指拿出来啊 她摸了半天才摸到 这小废物 我少不得推不住篮 狠狠在她膝盖窝踢了一脚 她猝不及防 单膝跪地 那眉就钻戒 折射出水晶灯的光芒 落入她泛红的毛子里 香香 你说过会跟我共度一生的 你嫁给我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对你好 我也赶紧表态 债务都是我的事 不会连累你们小两口 我以后一定全心全意 给你们带孩子 王香香定了一眼戒指 低声道 对不起 李霞伸手 在周恩掌心狠狠一拍 什么烂戒指也拿来求婚 你看看人家顾总随手 给香香买的戒指 王香香的钟指上 那颗足有两颗拉的钻戒 闪耀着迷人心智的光泽 李霞力气用得大 周恩掌心红透了 就钻戒掉下来 咕噜噜滚在固城凳子边 周恩低着头 眼泪砸落在地板上 我可怜的大 戴维娘给你补上致命一刀 香香 你之前不是说看中的是小岸这人 不是我家的钱 王香香凑到周恩耳边 压低声音说了句话 看口形式 蠢货 骗你的 冷漠的姑娘啊 男人真心为你掉的眼泪 你应该珍惜一点的 周恩如遭雷击 脸上血色褪得干干净净 他双手发抖 细形去剪戒指 我一把将他扶起来 正要自己去剪 顾城已经弯腰拾起来 递给我时 眼神里满是意味深长 我吹了吹戒指上面的灰 重新带回无名指 然后冷然看向这一家人 问 你们确定不要周恩这女婿吗 不要不要 赶紧滚 不然我们要叫保安了 王香香面色惶恐 握住顾城的袖子 顾总 我有点害怕 没想到他还会追到这里来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人影 出现在包厢门口 顾城微笑着站起来 您来了 这边坐 来的 就是一直为我贷款的王行长 这真是打瞌睡 就有人送枕头 我正想着 要怎么告诉这傻缺一家老娘 有的是钱 王行长这个最佳助攻就上场了 我极力控制 不让自己笑出声 笑音音的招呼 王行长 好巧 王行长面色微变 脚步一顿 孟总也在 这该不是一顿红的燕吧 那个贷款的事 我是真帮不上忙 周恩已经心如死灰 拉住我的手 妈 你公司都破产了 银行又不傻 怎么可能还借钱给你 王行长一正 笑问 什么 我听错了吧 孟总不可能破产的 李霞言辞早早 我特意找内部员工打听过 的确是破产了 您不是也拒绝他贷款吗 哟 我昨天让王天一发邮件 只让员工们 别泄露公司搬新的地址 免得被王家人打听到真实情况 这是哪个内部员工 贴油加醋咒我破产呢 回去一定给他加奖金 王行长恍然一笑 我拒绝的不是孟总的贷款 是他介绍了一个风险 比较大的客户 要是孟总想贷款 不管多少 我也马上签字放款呀 这当然是场面话 可眼下听着真舒心 我笑了笑 王行长勿怪 我也知道这是不妥当 可华丽老总求我借钱 他那情况你也清楚 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 这不把你推出去受过 改天我请你吃饭赔罪 王行长深深叹气 孟总啊孟总 你可把我害苦了 你必须从我这 借了几千万几个亿的 弥补一下我的心灵创伤了 我扑斥一笑 王行长你也知道 我最近不太缺钱 要是有需要 我第一时间找你 谈话的发展 已经超出了王家人的预料 李霞被安大住 问 他公司不是倒闭了吗 王行长哈哈大笑 怎么可能呢 孟总经营有方 今年公司都扩大规模了 谁倒闭也轮不到他呀 王家人脸色都变了 我身边现在 都是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精 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 像他们这样的傻子了 露出这副尖酸嘴脸 点滴我们 以为这样就能讨好顾成 他们看上了好女婿 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 我拉起周岸 顾总 王行长 今天不便打扰 下次有机会再聚 点到即可 让他们一家子抓心脑干 顾成一直没开过口 此时韩孝看来 孟总 这话我可记下了 直到在另外的包厢做定 菜上来了 周岸才终于回过神来 妈 家里破产的事 是你在骗我 嗯 他有点激动 咱家没破产 真是太好了 妈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我长出一口气 为了让你少走弯路 为了你好 天下父母心 都是如此 我何尝不想指着鼻子 骂王香香 心怀叵测 我何尝不想 拿出母亲的做派 棒打鸳鸯 我何尝不想 带瓜子山这恶心一家子 可是那样 只会将傻蛋 推得越来越远 我深深凝视着 已经长大成人的周岸 妈妈爱你 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 去骗你 去为你演戏 你要是觉得我错了 那现在去找她 应该还来得及 周岸的胸口 剧烈的起伏 眼神摇摆 我也曾深深爱过 知道戒掉舔狗这毛病 比戒烟还难 我加了一个虾 放在他碗里 你刚才看到 王香香给顾城包虾人了吧 周岸的眼眶又红了 语调哽咽 他以前说过 除了爸爸 他只给我包虾 我把虾拿过来 轻笑道 有什么稀罕的 以后你想吃 妈给你包 包一辈子 周岸把虾抢过去 妈 应该是我给你包 我常常舒口气 这一局 我赢了 但我心里 其实最久有了决定 如果这样还叫不醒他 那这个儿子我就放弃了 吃完饭出来 过程居然还没走 聊几句 我跟他到走廊尽头 他递给我一根烟 帮我点了火 字意散漫的开口 孟总是是欠我一句谢谢 心里的猜测被验证 他果然是故意的 他一向偏好淑女 王香香这样的 不是他的菜 长沙那个项目 我不去投标了 几千万的项目 相当于拱手让他了 他吐出一个烟圈 瞧了一眼 圆然站着的周岸 你这儿子养废了呀 瞧着瞧我 听说你冻暖了 要不我给你提供点素材 再练个小号 顾总别拿我开玩笑 他敲了下烟灰 脸的笑意 一瞬不瞬的瞧我 孟姐对你我一直很认真的 我上下打亮他一眼 勾了下唇 顾承你老了 我有钱 保养的也还不赖 要真想寻开心 干嘛不找个小鲜肉 我将手里的烟掐灭 烟瞧着不错 就是味有点淡 摸着有点软 顾承的脸绿了 我转身离开 上车时收到他发来的微信 你就是仗着我喜欢我 所以牙尖嘴利 喜欢 一大把年纪说这个 谁信呢 真心不值钱 握在手里的资产 才能给我安全感 我回他 除了长沙的项目 其他的我不能让了 他倒是秒回 就知道谈钱 我还送了你一份礼物 已经在路上了 嗯 我很快就知道 他说的礼物是什么 因为车子在别墅门口停下时 远远的看到 一身白裙的王香香站在哪 哦 看来顾承断了王家的念想 所以他又回头来找周岸了 午后的风吹起王香香的裙摆 他装容肃淡 神情哀气 端得是我见油脸 周岸的眉心跳了跳 车速自然降了下来 王香香快步上前 轻拍车窗 啊 蠢大人神色未明 将车窗降了下来 他渲然若气 啊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今天的饭局是我爸妈安排的 我根本没法拒绝 不告诉你是怕你多心 啊 我怎么会喜欢顾承亮的老男人 你才是我初恋 这茶味冲得我想吐 但蠢大人很吃这一套 神情又有点摇摆 少不得我给他当头棒喝 我似笑非笑的开口 那骂他蠢货也是被逼的 王香香脸色微僵 周岸的眼神冷却下来 或许 可以用他来当魔刀石 我邀请他上车 又给了周岸一个定位 去这儿吧 周岸神色疑惑 但还是按我给我定位 一路导航到了半月弯 这是去年新开的楼盘 里面都是独栋别墅 地处市中心 闹钟取静 一公里内有商场 有医院 学区也是顶级的 就是贵 最便宜的都得三亿 王香香格外温顺 小声小气 这种别墅安保很严 外人很难进去 他话音刚落 我降下车窗 人脸识别系统启动 柔眉嗓音传来 孟女士 下午好 欢迎您回家 王香香脸色一震 车子一路往里停好 便看到周姐指挥着工人 从大卡车上往下搬家具 都小心点 别磕碰坏了 这张床是定制的 三十多万呢 周岸停了车 大步朝前 周姨 这是怎么回事 周姐看了王香香一眼 大声解释 夫人再在半月弯 买了两套新别墅 已经装修好散了 现在再进家具呢 很快就能搬过来住了 老宅那边的东西 夫人都舍不得 这些天也慢慢再搬过来 所以老宅那边 才一片空荡荡景象 日光正盛 落在别墅的墙面上 细碎的沙粒 闪烁着迷人的金钱色泽 尽数落进王香香眼睛里 周岸也震撼了 妈 你干嘛买两栋 我含笑看了他一眼 你长大了 以后要成家立业 都说子女与父母 最好的就是一碗汤的距离 咱们比邻而居 我不过分打扰你的生活 咱们母子又能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这不是挺好 周岸搂住我的肩 感动到 妈 你对我太好了 因为你是我生的呀 要不是亲生的 就你这点脑子 我早把你扔了 王香香的眼睛那么亮 他小心翼翼的去牵周岸的衣角 啊 你以前说过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院子 可以让我种满白玫瑰 周岸的神情 有一瞬的恍惚 王香香把他迷得神魂颠倒 肯定也有点子手段 画过不少大饼 我似笑非笑的看着周岸 既然是给你的房子 你种菊花都行 自己决定 我不能帮他挡一辈子茶 还得他自己修炼点剑茶功夫才行 他深吸一口气 从王香香手里 抽回自己的衣袖 但但道 如果我不是我妈的儿子 你还会回头来找我吗 当然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骑着小黄车 穿着李宁 周岸静静的看他 开口 可我当时穿的鞋是限量版 一万一双 你认出来了 是吗 我轻轻撕了一声 傻小子长脑子了 妈心甚畏 王香香急急辩解 我没有 那如果我妈跟我断绝关系 我现在一无所有 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 我不信 又按沈笑一声 眼神哀伤 其实我家破产 你转身离开 我不怪你的 但你们不该侮辱我妈 她一个人把我带大 很不容易 人人只看到我如今的风光 却不知我当年的落魄 我一个人又要赚钱 又要带孩子 有天下大雨 我关了电汽车 急急去接周岸 结果在路上摔了一跤 半张脸都在流血 那时周岸在幼儿园 被同学嘲笑 说是没爸爸的孩子 正是敏感的时候 我怕他久等会哭 就这样顶着流血 红肿的脸去接他 也不舍得花钱去医院 在药店买点药 自己处理 那天晚上 他窝在我怀里 用软软的手 轻轻摸我脸上的伤 妈妈 我好想快点长大呀 这样就能保护你了 那时我就想 值了 他能说这些 能懂这些 哪怕赔上我这条命呢 也是值的 如今想来 眼眶依然发热 周岸脸色冷了下来 你走吧 好聚好散 别来纠缠 周岸决定来公司上班 为我分担一点压力 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 妈 我发现你都有白头发了 嗯 其实那是我挑染失败的奶奶辉 罢了 还是别告诉她 全孩子一份孝心不舍 第二天去了新公司 市中心的那栋办公室 租约到期 又要涨租金 而公司要扩展 原本的面积也不够用 所以 我在一个新开的商务园区 买了一整栋楼 刚进公司 王天一笑嘻嘻地迎上来 孟总 昨天行政部的小丽说 她姑妈的邻居的二大姨的女儿 跟王莉莉的妈妈是麻友 拐着弯打听 咱们公司呢 我就让她说 咱们公司要倒闭了 怎么样 我聪明吧 大概我笑容有点冷 她反应过来 我这都是配合你 没有诅咒公司的意思 我愿意为公司为孟总干脑徒弟 生是孟是人 死是孟是鬼 去跟财务说 这月给小丽加五千奖金 王天一喜笑颜开 得令 那我呢 我逆她一眼 三千 她略有失望 给你加三千工资 王天一大声道 孟总英明 我愿为孟总赴汤蹈火 应该是年纪大了 明知道这都是漂亮话 听了也挺受用 我带着周岸熟悉公司情况 人人见了她都是一生小周总 以前她很少来公司 年少一气风发 也不在乎这些虚名 如今在职场混过 又被王香香吊打一番 对于这一声称呼背后的意义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在周岸认识了 公司各个部门的老大后 我们进了办公室 没一会王天一敲门了 孟总 有个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汇报一下 你说 市场部明天邀请了 新的供应商来公司参观 昨天我去查了 查王家的资料 发现王小姐的母亲 就在这家公司上班 您看 你临时决定邀请的 刚搬过来 诸事未定 并不适宜让合作伙伴来参观 王天一黑黑黑的两声 孟总目光如炬 这就是他能当助理的原因 总是能比其他人想多一点 我看向周岸 你觉得呢 周岸沉吟了下 跟对方联系 请他妈一起过来参观吧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李霞跟着公司的一起来了 他是做内勤的 案里不需要直面客户 估计也没人跟他细说什么 他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 在公司大楼下 抬着头看着孟氏两个大字时 他猛地眯起了眼睛 王天一亲自带队 带他们从一楼转到十楼 详细介绍了公司的历史 听了他们一愣一愣的 最后 他停在大办公室外 我们孟总和小周总 也很想见见你们 他缓缓地推开 会议室的单向玻璃门 我站在大片落地窗 洒露的日光之中 目光越过前面众人 落在李霞的身上 短短的一瞬 他脸上血色尽湿 腿软得差点站不稳 还是王天一眼急手快 扶了一把 李姐 小心 众人一一落座 李霞坐在尾座上 行政人员给他倒茶 他双手捧背去接 结果手抖得太厉害 茶水都洒出来了 我笑盈盈地看他 李姐这是怎么了 他脸白得更厉害了 商场上哪个不是人精 对方领头的经理 笑盈盈地道 孟总跟李姐之前认识吗 认识啊 我含笑看过去 差点成了亲家呢 对方众人齐齐吸口凉气 不过我这个儿子不学无术 又不是名校毕业 李姐瞧不上 而且也嫌我公司要倒闭 不配给他女儿做婆婆 众人脸色齐刷刷地变了 李霞放在桌上的手 更是抖得厉害 我笑道 不说这些 这都是小孩子们的玩闹 只怪我儿子不争气 配不上王家千金 还是谈谈我们5000万的 合作项目吧 经理擦擦头上的汗 好 是这样的孟总 为了表示我们的合作诚意 我们愿意在原有的价格上 再让一个点 那怎么好意思 我端方的笑 让经理这么大方 中午我请你吃海鲜 中午订的是附近最好的海鲜楼 一顿饭吃下来 人均花了5000多 席间公愁交错 好不热闹 这案的应对也基本得体 唯有李霞 整个人坠坠不安 一双眼咕噜噜地转个不停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席间我去洗手间 李霞也跟着出来了 他堆着一脸笑 小心翼翼地靠近我 热情地唤我 亲家母 我挑了下眉 见我没反驳 他胆子大了点 亲家母 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没见识 被那固承三言两语 哄得晕头转向 错过了小岸这么好的女婿 先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跟你赔罪 孩子们是无辜的 这两天香香在家不吃不喝 一心惦记小岸 你之前那么喜欢他 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我盯着镜子里的我和他 轻轻一笑 李霞 这里有镜子 你好好照照 你配吗 你配当我儿子的丈母娘吗 你女儿除了长得稍微好看 学历高点 还有什么长处 我踩着高跟鞋 居高临下俯视着谨小慎微的他 我梦知的儿子 想要找个比你女儿强十倍百倍的女人 也是勾勾手指的事 洗手间高清的镜子 照出李霞卑微的嘴脸 我一转身 看到周岸站在门口 李霞四看到了救星 你去 你去 那天是我猪油蒙了心 你看在周岸嫌恶地看他一眼 我可不配当你女婿 别乱叫 他看向我 妈 我就是来看看你 怕你被欺负 笑话 我还能被这样的人欺负 不过他能为我担心 我就该领这份情 吃过饭 王天一送他们离开 我在十楼的落地窗前 看到李霞落在最后 上车之前 他转头深深看着梦式的大楼 会后悔吗 但凡那天话不说这么狠 现在说不定都有回环的余地 我拿起手机 给顾成发微信 顾总有没有空 说好的答谢饭 一直还没请 梦姐相邀 任何时候都有空 要不是他推波助澜 王家人的嘴脸 不会那么难看 周岸也醒不了那么快 长沙的项目他已经中标 现在请这顿饭 时机正好 我们吃的火锅 热热闹闹 兵煮惊欢 顾成喝了点酒 分别使他靠在车上 最眼朦胧 梦姐真的准备就这么过一辈子 顾总 我今年45了 所以呢 早就不是小女生了 生活将我千锤百炼 打成了一柄包腔不入的利刃 你的那些花花肠子 留着对付小姑娘吧 如此过了半月 周岸渐渐上了道 王香香时不时骚扰他 他都没搭理 倒是跟宋青的联系频繁起来 这天还约着一起吃饭 临行之前 我跟他说 王香香的事 你别瞒着小情 周岸捏着办公室的把手 两久到 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会告诉他的 你看 这就是男人 期间有次 王香香的爸爸来园去拜访客户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与周岸撞见了 他手机不知为何没了信号 菜挑好了 却付不了款 尴尬不已间 周岸给他扫了马 他如蒙大赦 又生起希望 乱着盘子要拼桌 结果周岸淡漠地倒 帮你刷卡 是因为你挡在那 耽误了我时间 我的时间很宝贵 不想在你身上忘费 王爸点头哈腰 脸色灰败 哪里有那天 在包厢里的趾高气扬 那天晚上 周岸深有感触地跟我说 妈 钱真的给人好大的底气 是啊 我深深看他 自己赚的钱 底气更足 他微微一正 毛子里燃起光 妈 我会好好努力的 本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 一切不如正轨 没想到这天加班后 竟然又看到了 阴魂不散的王香香 已经入秋 他依然穿了一条单薄的白裙 秋雨连面不觉 他的裙子已经湿透 紧紧粘在身上 头发也湿漉漉地往下滴水 他紧紧护着怀里的蛋糕 仰着头看周岸 楚楚可怜 暗 今天是我生日 你说过的 你会陪我一起过的 他将怀里护得紧紧的蛋糕 小心翼翼地递出来 我不是来纠缠你的 就吃一块我亲手做的生日蛋糕 跟我说一句 生日快乐好吗 秋雨寒凉 曾经的心上人 楚楚可怜落泪 我站在公司大门口 静静地看着两人拉扯 梁九 周岸道 你先跟我进来吧 两人走到门口 周岸看到了我 妈 王香香眸子一眯 浑身绷紧 有我这绿茶婆婆在 影响她发挥实力呀 虽然抓心劳干的 可我表面还要装大肚呀 你长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我先回家 踩着高跟鞋 往雨里走了两步 周岸叫住我 妈 下雨了 你等我一起回 呵 小兔崽子 算你有良心 我把包夹紧 可不能让她知道 我包里有伞 王香香点了蜡烛 满心期盼地看向周岸 周岸淡漠开口 生日快乐 她抿了唇 眼泪哗哗落下 谢谢你 她双手发抖 切下一小块蛋糕 小心翼翼地递过来 安 是你最爱的栗子味 你吃一口吧 周岸静静地看她 其实我不喜欢吃栗子味 是当时爱你 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喜好 她将那块蛋糕推回去 现在 我改回来了 王香香整个人抖得更厉害 眼泪不要浅一样 偏偏还能保持凄美 那你喜欢吃什么 以后我做 我喜欢吃什么 跟你没关系 漂亮 不愧是妈妈的好大 周岸一脸默然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你再纠缠 我不会再客气 王香香动不住了 眼眶红透 我知道你怪我 可安 人就是现实的 你家里那么多债务 你难道要我嫁进来 跟你一起受苦 你要是真的爱我 知道自己家倒闭 就该主动跟我说分手 而不是让我来做这个恶人 周岸不善争辩 此时只耿着脖子不说话 我岂能忍 亲生开口 王香香 错的不是你知道 我家破产就离开 错的是你明明想嫁入豪门 却要打着真爱的口号 如果一开始 你大大方方的跟我说 我就是看上你家的钱 我就是想嫁给你儿子 我还会高看你一眼 因为我也一直是个 有野心的女人 你以为 有钱人都是傻子 看不出你这点小心思 如果我那么天真 早被无数人吃的骨头都不剩 偏偏她觉得 自己可以瞒天过海 如果你们不骗我破产 我是可以爱你一辈子的 她好道 你那个未婚妻 又比我好多少 你现在告诉她 告诉你家破产了 你看她怎么说 她也照样会离你而去 你身边的女人跟我一样 看上的都是你的钱 再继续说下去 我的傻蛋又该先这动摇了 我打断她 对周恩说 你给小青打个电话 妈 我掷地有声 打 总要让她知道 这世上不是人人都是鬼 周恩拨通了宋青的电话 那头很吵闹 估计在酒吧或者KTV 周恩 快过来一起玩 我给你定位 周恩轻声道 小青 我家破产了 啥 没什么 我挂了 你等一下 十来秒漫长的等待后 电话那头安静下来 宋青爽朗的声音传来 你刚才说你家破产了 真的呀 嗯 太好了呀 宋青哈哈笑 那你以后是不是要来我家当上门女婿了 我可告诉你 以后咱们生了孩子 第一胎不管男女 必须跟我姓 如果我还有心思生二胎 再考虑一下姓不姓周 他大喇喇的声音 在空荡荡的前台回荡 周恩的眼眶渐渐红了 眼泪不知不觉滑落下来 宋青停下来 问你又哭了 大男人成天哭哭啼啼的 多大的事啊 咱们小时候不都是很穷的 那时候咱们只能买得起一个棒棒糖 你一口我一口 你还记得吗 有我送亲一口肉 就不会少你周恩的饭 别哭了 姐罩着你 你在哪呢 我来接你 请你吃夜宵 去你最爱的那家张继海鲜当 周恩再也蹦不住 哭着一遍遍地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骗了你 我家没破产 我前段时间 我拽着呆如木鸡的王香香往外走 一起走进秋雨里 我才松开他 看到了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的 那是因为他不差钱 他别找借口了 我嫌悟地看着他 以后别再来了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周恩不会再回头 我该谢谢你 他茫然地看我 你是他感情路上 最好的魔刀石 王香香走了 头深深低着 像是被抽去所有希望的老狱 秋雨飞飞 落在脸上寒凉一片 周恩和宋青的感情 会走向何方呢 随意吧 只要他懂得分辨人心 懂得什么是最珍贵的 这就够了 往前走了几步 雨突然停了 我一抬头 看到一把硕大的黑伞 顾成在散下对我笑 好巧啊 梦姐 今天天气不错 有没有兴趣一起喝一杯 反外一 王香香后来真的没有再来过 大约知道 自己永远也比不上送亲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李霞从那次来公司拜访后不久 就被辞退了 他本来都准备在公司养老了 没想到这把年纪被辞了 精神瞬间就垮了 夫妻俩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女儿身上 王香香四处相亲 听说他找了个条件不错的对象 已经怀了三个月的孕 快要结婚了 王家本以为要一飞冲天 在女婿的忽悠下 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投进了项目 结果好家伙 好女婿是个毒鬼 把钱全拿去输光了 这也就算了 这男人其实已经结过婚 孩子都五岁了 王香香被小三了 袁佩找上门一通闹 最后王香香孩子没保住 还闹得人尽皆知 王天一跟我八卦这些时 周安推门进来了 王天一紧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可周安只是淡淡说 他还联系过我 说在医院想我去看看他 我哪里有空 番外二 周安最终还是告诉了 宋青事情的来龙去脉 宋青给打电话 对不起呀 孟姨 我不能做你媳妇了 我知道了 是阿姨对不起你 没把小安交好 电话那边两久的沉默 一直嘻嘻哈哈的少女哽咽开口 孟姨 以后我还可以去找你玩吗 当然 在我心里 你就跟我女儿一样 宋青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肯定再也找不到 你这么好的婆婆了 可我心里真的过不了这个坎 我叹息到 阿姨能理解你 是小安配不上你 等你以后出嫁 阿姨给你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周安肉眼可见地成长了 稳重 懂事 沉默寡言 笑得少 是做得多 经常在公司加班到深夜 不知从哪天开始 员工们叫她周总 而不是小周总了 这天 顾成约我一起去钓鱼 临行之前 周安突然说 妈 你今年才46呢 嗯 还可以再结一次婚 结什么婚呢 婚姻对我来说都是束缚 就这样也挺好的呀 至于周安以后会娶谁 只要是真心爱她的 加不加式的也不重要吗 至此全文完安 感谢观看